定国施政 变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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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颁布 定国施政 数年以来 中外陈宫讲求实务 多主变法自强 而者 招书术下 如开特科 才荣兵 改武科制度 立大小学堂 此后 中外大小诸臣 赐王宫 以及世处 各以努力向上 发愤为雄 新娘高温当 帅新娘式身 恭迎秦才大臣 于是啊 皇上就直接授予我这四品的金钱 这我们老吴家总算出了一个大跪 来 胡泽 四叔敬你一杯 谢谢四叔 好了 四叔 你家你三个孙子 还有我家一同以后啊 别读书 跟着我 那不读书怎么行啊 爹 这八股啊 全都不切实际 都是追求功名利路的工具 这什么话 爹 你还别不爱听这话 今天给大哥接风 不说那些考试的事情 不说了 对对对 这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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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这次回来 还走吗 我此次前来 是专为督查变法而来 怎么着也要等到这变法初见成效 才能回去 大哥 我听说这次变法里 对私人办场可是非常鼓励的 是 而且呀 这诏书上明确就指出了 只要有必与金国远游殖民大计 且着召军功之力给以特赏 以招激励 周瑩 你有兴趣 我好好想想 来 先敬大哥一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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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二哥 别理他 这 这 咱吴家呀 最守旧的就是了 这 这 吴子 嗯 这 皇上长什么模样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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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吴泽呢 怎么没和你一道回家呀 回家 这小子连祖宗都不要了 还回家 怎么了 他混了一个四瓶张晶 那气焰高的 四叔周瓶给他敬酒 他连屁股都不抬 人家现在是钦差大臣了 再是钦差大臣 那也是吴家子弟不能忘本 好了 好了 孩子呢 以前没出息 你不满意 现在孩子有出息了 你又不满意 你到底要什么呀 我不是不满意 而是这孩子变了 变得让我担心了 你还要办厂啊 你还要办厂啊 我们现在的生意 无外就是 茶叶 药材 皮毛这些 但京阳地利毕竟有限 所以我们所得也有限 而吴家的生意 想要再上一个台阶 还是只有办厂 周瓶 虽然我们挣得没以前多 但也够花了 没必要再去折腾吧 四叔 机器织布那是大势所趋 不光我们吴家 连整个国家 都必须赶上这个趋势 那才有生路 周瓶啊 你的眼光 我是相信的 可是俗话说得好啊 枪打出头鸟 如果我们发了 难免又成了人家 眼中钉肉种刺 要我说呀 吃一剑 让一炙 守着这点鸡业 够了 对呀 二叔 以前朝廷 不准民间私人办厂 我们只有和官府合作 所以才导致后患无求 但这次不一样了 我们完全靠我们自己 所以以前那种事情 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少奶奶 我就一个顾虑 陕西机器织布局 已经运转多年 如果我们再办部长 能竞争得赢吗 对呀 这个我早就想过了 机器织布局 业主两度一手 已经大伤元气 不仅管理换散 出产的羊部质量 也大幅下降 销售也毫无章法 我与那些客商和职工 都已经谈过了 他们都肯定地表示 只要我们的 京阳部长开业 就一定转头我们 说天使 现在到处都在讲变法 连皇上都亲口鼓励 民间私人办厂 说地利 关中自古就是棉花产地 京阳更是西北洋部贸易中心 说仁和 职工客商都新向我们 所以我相信 这京阳部长 一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周莹 我只有一个问题 按今日实价 开场至少需要三十万两白银 而我们现在 统共只有十五万两白银的结余 那剩下的十五万两 从哪里来 你们忘了 当初我既然可以把机器制部局 抵押给洋人的宁航 那现在 我依然可以把未来的 京阳部长做抵押 来获得现赢啊 周莹 这京阳部长还没有开建 这就可以抵押吗 现在那些钱庄票号 自从见识到了洋人的手腕之后 他们做生意啊 也看着糊涂了不少 那既然不愁献淫 我同意开场 我同意开场 我同意 你 同意 我同意 不议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不议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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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我也同意吧 我也同意 那我们就开干吧 岳瑟夫先生 岳瑟夫先生 夫人 我今天来 夫人 雷瑟夫先生 我今天来 是想来看看那本画册 就是你以前给我看过的 上面有机器制布局的那本 你来得太巧了 再晚来两天我就离开了 你要走了 是的 我的人情一满 我要回家了 那你还回来吗 这 就要看 商敌的安排了 过来过来 来 这里 这里 是 是 是这一本 这本画册就送给你了 谢谢 这后面 还有这么多工厂 这是 这是 这个是发电厂 有了这个工厂 每家每户 就能用上电灯了 就像这个一样 这是钢铁厂 还可以造船 大炮 钢铁制品 还有这个 你看 这是造船厂 你们国家有这么多工厂 难怪这么强大 其实现在 的确是很强大 但是会变得 这只是暂时的 你们也只是暂时的沉睡 我越了解 你们伟大的 温明历史 越是这样 我就越觉得 你们总有一天 会强大起来 你的意思是 我们以后 也会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工厂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还会为世界 创造出很多 很多的财富 真希望 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我能 再问你多要一样东西吗 这一天 夫人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出了我的电灯 能把他送给我吗 他是你的了 给 我一直想让我的夫君来看看这幅地图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 他就已经去世了 我给你的药水没有用吗 不 你的药水非常神奇 好几次他昏迷 都是这药水把他给唤醒的 我 那他为何因您早逝 他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那你知道是什么毒 皮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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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如果我当时在场 我会给他喝下药水 或许能够救他 来不及了 从他发作 到口鼻流血到驱逝 几乎就是片刻 他甚至连最后一句话 都没来得及跟我说 夫人是说 他口鼻流血 是 不 不对的 什么不对 在西洋 皮霜叫做 三氧化二身 我知道 皮霜中毒会死于 呼吸衰竭 他绝对不会口鼻流血 如果你丈夫是口鼻流血 那么 就明显是 胃肠道受伤的症状 所以我断定 他绝对不是因为 被人下了皮霜 而导致死亡 你终于承认 是你杀了我们皮 是我在金刚里面 加的红鲜石 但是我问问梅香哥 会错杀了我们皮哥哥呀 少爷死之前 在哪儿吃的饭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应酬 是在杨柳居 他和谁在一起吃 龙生河的杜老板 不是胡永梅 皮霜中毒 绝不会口鼻流血 你确认 传教士约瑟夫和梁大夫 都证实了这一点 那现在只有一个推断 吴平在吃下那几口经高前 就已经中毒 你怀疑是杜明礼 你怀疑是杜明礼 只有他 那会不会是 沈家人下毒 自从吴平被打后 吴家东远防卫森严 平时外出 都有保镖随身护卫 沈家应该没有机会下手 而且此事我也问过沈仙怡 他承认重伤无聘的是他 但他绝对没有下毒 你相信他 我相信 那杜明礼杀无聘 那出于什么目的呢 这得问他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换成以前的我 我恨不得现在就冲到他面前 哪怕和他同归于尽 要做个了断 但现在我有了怀仙 我必须得学会养精蓄锐 报仇 十年不晚 周盈 娘 怀仙呢 我刚回来还没见着呢 应该放学了吧 你知道他最近的事吗 什么事啊 梁先生刚来信 说他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 他又掏学 淳仙 怀仙回来了吗 在厢房做功课呢 我问了 吸引了这崎楼 闺蝉寫缚 我认真是她落花 不着急 你你与你与我收上 这几天在学堂 是怎么过的呀 老样子呀 跟娘都不说老实话 娘 我的确没有掏学 是吗 反了你们了 居然还掏起学来了 如果不是今天梁先生到这儿告状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爷爷 我们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说 你们两个谁戴着头啊 你娘的灵大 是不是你 不是 不是 是怀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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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仙 不许跟我说我 明明是你 为什么说是怀仙 我要成人了 这帮子就要留到我身上 但怀仙就不懂了 他是东院的人 也挡不到他 你们俩给我等着啊 我这就去到东院 打那臭小子去 来 若 angular 五华文 你给我出来 华文 四叔 爷爷 四叔 别打别打 别打 逃了三天学 还窜着 跟他哥哥一块儿不学好 我正跟他说这事呢 说不行啊 卓盈 这得打 不能打 四叔 别回来 别打 别打 少奶奶 卓盈啊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他 所以我来打 怀仙现在是我儿子 要打也该是我打 你下得了手啊 偷偷去东西你不管 这个逃学逃学你还不管 我早看不过眼里去了 所以这事 还得我来打 小金佛那事 不是坏钱干的 你还帮着他 赵盈啊 他是我儿子 我不帮他帮谁 我是他爷爷 我教育他就是要打 今天只要有我在 你就不能打他 赵盈啊 你这样惯他 对他没好处 四叔 你既然把他给了我 你就相信我 我一定把他给交好 我看你把他灌成什么样 我今天可把你爷爷给得罪了啊 娘 谢谢你 那你现在还说你没有逃学 我的确没有逃学 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上课而已 是吗 梁先生的课 翻来覆去就那几样 我都听腻了 玉玲哥哥带我们去了一个新式学堂 那的先生讲课可有意思了 我本来打算就听一节 结果一听就停不下来 凉庆了三天 那你为什么不跟梁先生请假 我不敢 下不为例 明天 你自己去跟梁先生道歉 至于他要怎么罚你 那我可就管不了 娘 我能不能不跟梁先生学 我想去那个学堂上课 梁先生的学问 那可是大家公认的 梁先生的学问是好 可是他落后了 落后 娘 都已经开始变法了 梁先生还在讲什么 盖圣人之行藏 正不易归 自言辞欺之 而时可与之言以 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那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西学堂的先生 讲辩法 讲秀谷 娘 快点前面就是正义学堂 快点来不及了 您是想来这儿上学啊 是啊 康先生这么演讲了 康先生是谁啊 是正义学堂的山长 他可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所有的课证他都懂 只要他上课 大家紧迫了头 都要去集合 娘快点来不及了 一会儿康先生演讲完 我们大家到正口去集合 现在我们请康先生讲两句 如今世界瞬息变坏 而我们中国已身处其中 想变得变 不想变也得变 主动求变 一切尽在我们掌握 可以保国 保总 保将 而若是被动变法 这会被他人所束缚 让我们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娘 这就是康先生 保国 保总 保救 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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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佳 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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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循守旧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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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断 大奔为心 或可图图 大奔为心 或可图图 人日子不停 将军可图 后会图 音循守旧任人宰剧 音循守旧任人宰剧 嗯 放大奔为心 以从 年华美 爱你爱 都无路可飞 让爱睡 爱在睡 你没死 你还活着 前世间 你可相信 凭声唤 你长夜花美 爱你爱到 无路可飞 让爱 碎了再碎 前世间 你可相信 凭声唤 凭声唤 你长夜花美 爱你爱 在小河边刚刚 让爱 带眉 在岁 让大眠 了 再碎 煮 娘 你没事吧 我 你要没事 给娘真是高兴 在睡 春夕 少奶奶 少奶奶 她还活着 还活着 谁还活着 春夏 当年我去上海 那些漂亮衣衫还在吗 你要她干吗 你去帮我找出来 你去韩服人那儿 帮我要些腌制水粉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别管了 快去拿 快快 你拿着 还行少爷 你娘今天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好吧 好 没想到你还挺准时的 还专门打扮了一番 他们是 我给你介绍 石玄姑娘 十美姑娘 谁 少爷 这是谁啊 我这一位老朋友 老朋友 我们认识十多年了 还不算老朋友 那墓里 玩着的是谁 一个得了重病的子求 他替你死了 我伪造王爷守狱啊 杀头的大罪啊 当然找个人啊 当替死鬼 要不然我怎么出的 这些年 你都去哪儿了 说来话长啊 我一出狱以后呢 就先去了日本 本来我不打算回来了 谁知道后来我奶奶走了 王爷允许我回来奔丧 那我回来以后 就遇到变法了 这种好戏 我怎么可能错过 于是我干脆就留下来了 既然你活着 为什么不给我个消息 我奶奶已经走了 我如果再联系你 我爹我娘 都得排着队上吊去了 赵燕 现在多好 干嘛提以前那些 沉沉沫烂骨子的事啊 不要惨 沉沉沉 沉沉沉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是在考验我 周扬 我记得你不是那么一个 无趣的人 你非要我把不好听的话 放到台面上来说吗 不好听的话 我认识你之后呢 我栽了多大的跟头 命都差点没了 我现在好不容易能有今天 虽然不能再叫沈兴仪 但起码可以回家了 所以我求你 放过我 好吧 如果说 我上辈子欠你的 我觉得我也已经还清了 你不要再纠缠着我 老是说以前的事情了 好不好 你认识我第一天起 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吧 如果你能接受 大家就坐下来 继续喝酒聊天 如果你接受不了 那就再也不要见了 沈公子 你知道吗 我曾经祈求上苍 能让我早点死去 这样 我就能早日和你相见了 现在我们终于见了 我没想到 却是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你没有死过 你不知道现在这样有多好 大家和和气气地坐下来 赏赏月 喝喝酒 都好 你觉得这样好吗 不好吗 我觉得挺好 一直在支持她 不殃 我觉得我们永远不见 这样才更好 好 小少爷 小少爷 太多繁华 小少爷 小少爷 你们走吧 小少爷 不要生气了 就是 我让你们等啊 天天星辰 梦里约 脸上成衣 羞涩 一所烟雨 相亲者 幻念中带着 不说 江泪沉溢 侧半肩 翻过去 中霸凉 死也 消瘦 你和我 你知道吗 我曾经祈求上苍 能让我早点死去 只要 只要 我就能早晚和你相见 天天天星辰 天天星辰 梦里 我 脸上 沉溢 潇洒 一色烟雨 像清澈 滚看 万年中带着 护舍 降 lending 长夜 沉溢 策绊 坐斑 一� narc mat 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求你 星医 收了我 我现在不是无偏的寡妇 也不是吴家的大当家 更不是静阳的富商 我就是个爱你的人 星医 我爱你 我爱你 这几年 你起后每天都痛不一生 我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早点醒我 我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跟你走 现在你既然没有死 既然你还活着 那我再不能错过你了 我不管你骨子里是什么人 我也不管你曾经招惹过多少花花草草 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我们要在一起 一定要在一起 星医 星医 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没办法再重新开始 不 我们一定可以的 我们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星医 星医 我求你了 我们重新开始 让过去的一切都偷偷过去 好吗 给我自己回家 够了 别纠缠我了可以吗 我说了那么多 你一句都听不懂吗 我最后说一遍 我这辈子 不想跟你有任何的纠缠 我不信 你不信什么 我不信你会忘了我 如果我还记瓜你的话 那以我的个性 我死切斑裂都会勾得你 但是我去了日本 我一封信都没有寄给过你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早就把你给忘了 星医 不要说了 我不信你会忘了我 我不信你会不爱我 我不信你不要说了 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不要说了 星医姐 我们要在一起 你不要走 你说过 你说过 你说过你会把你的信给我 你现在就把你的信给我好吗 你别缠着我了 可不可以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是公主啊 是仙女吗 我为什么非要一辈子爱着你 是 我之前是对你非常着迷 为了你 我家可以不顾 命可以不要 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傻了 星医 你说过 你说过 你说过的 这辈子一定要娶我为妻 现在就兑现你的诺言 好吗 我说过 周英 你是黄花大闺女吗 不是吧 你是名门闺秀吗 也不是 那我为什么要娶你 你只是个丫头 是个寡妇 是个连亲爹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 我凭什么要娶你啊 你说什么 你还记得吗 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 就被我爹打得重伤不起 你进了我们沈家 我大哥没了 你进了他们吴家 吴家老爷也没了 大少爷也没了 你不觉得自己就是个灾星吗 我好不容易改名换姓 能够活到现在 真的已经很幸运了 你还不肯放过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再说一次 你是个灾星 您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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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坟墓里埋的 为什么不是你 你就当坟墓里埋的那个人 是我 是心意 你会后悔的 你曾说到夕阳破尽深夜 光影在心头荡漾 你曾说到与天成三千星 涟漪在三后中逢 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 别了那青春离歌 你让世情花已埋葬心底 无声泪泥 我失去 想你 看那灯花静静凋零 抚平激动的完全心虚 你曾说到思念化作泪滴 漂浮在星河天际 你曾说到爱情变成回忆 风存在你我心里 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 别了那青春离歌 倘硬有请访主唱 尔夫在海底 岂山浮化成落 变成回忆 内心从未示弱 涌入你温暖的 为你 温暖的 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